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 我是老汤 代号北欧反映的军事演习 在芬兰北部的赫塔地区正式展开 包括挪威芬兰以及北约准会员国瑞典 都派出部队参与这次演习 演习想定假设外敌入行北欧时 三国部队快速防御高北地区 并且增派援军赶赴战线 同时验证联合部队在北极自然环境的条件下 如何协调彼此之间的防备任务 虽然瑞典还不是北约的正式会员国 但是也被列入这次号称为 自冷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坚定捍卫者 2024军演参与伙伴之一 即便北欧反映只是整个军演的 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但由于芬兰和瑞典是北约最新的两个伙伴国家 所以在赫塔地区举行的这场演习 也在整合两国与北约之间的军事默契 进一步熟悉美军在增援北约东翼的欧洲母友时 需要提供哪些配合与协助 以便在遭到敌对势力入侵时能够发挥联合抵御的最大战力 演习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检视由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四国打造的北欧联合空中作战中心 在防务一体化的指管调度与联合战力 这支联合空军的规模 据称在欧洲是排名于俄罗斯空天军之后 规模第二大的空中战斗部队 北约表示坚定捍卫者2024军演 汇聚了全数会员国和瑞典 合计约9万名官兵参加 装备部分则动用超过50艘各式船艇级航空母舰 80架战机和1100辆装甲车机坦克 整个演习从今年2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底结束 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 演习地点遍布中东欧和北欧 以及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波罗的海等地 其中也包括被称为欧洲咽喉之地的苏瓦乌基走廊 这个地点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原因 在于它使波兰和立陶宛加入北约之后 俄罗斯和北约势力范围的边界 因为这条走廊的西北部 就是俄罗斯的外飞地 也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所在的加里宁格勒 北约在这个地区展开冷战后 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等于变向包围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中枢 限制俄军舰艇的调度出行 这对莫斯科来说 已经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军事挑衅行为 俄罗斯更批评北约在此举行军演 使进一步升级欧洲紧张局势 造成全球不安 因为苏瓦乌基走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再加上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军演计划 就是假想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攻击北约成员国 进而触发北约第五条款引发大战 根据这个条款的规定 各地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洲的一个或数个地约国的武装攻击 因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 假若发生这类攻击 每个缔约国都可因联合国第51条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 与其他缔约国采取必要行动 包括武力行使协助被攻击的国家 恢复和维持北大西洋安全 换句话说 北约第五条款被视为是北约部队自动参战的生效令 同时不需要得到成员国政府的授权参战 更是北约实现集体自卫权的依据 一般认为俄罗斯十分忌惮北约第五条款 除了北约成员国拥有350万大军 是全球最大的武装部队之外 还包括了美国在北约东线部署的先进军事防御 而且就在爆发俄乌战争之后 欧盟委员会变得更加积极推动战争经济 要让欧洲军火工业向国防自主与整合转变 路透社报道 委员会提议建立一套欧盟层级的机制 来协助其他国家购买欧盟军工企业的武器 并且赋予权力要求企业及厂家 必须优先提供欧洲的订单 这项提议起源于多国专家 从欧战争中看到欧洲军火工业的短板 就是厂家并没有做好应对某些重大挑战的准备 比方说对火炮弹药的需求突然大幅激增 反映到现实状况中 就能清楚了解为什么最近半年以来 乌克兰部队会打得这么辛苦 因为欧洲炮弹厂商仍旧把四成的产量 提供给乌克兰以外的非欧盟国家 欧盟官员就表示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欧洲必须对自身安全负起更大的承担 而不是等待盟友每四年一次的选举结果再做决定 尤其这位盟友还曾经毫不犹豫地 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 必须把军费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毛额的3% 这项提议的内容是先由欧盟提供一笔15亿欧元的资金 搭建其统筹各国军工采购的法律架构 打破欧洲国家各自为政的军工政策繁离 好让欧盟整体的防卫政策发挥更大作用 尤其提议也把基辅纳入其中 就是希望强化欧盟援助乌克兰的力道 并且顺势进入战争经济的时代 尤其欧盟也希望透过这项协议 一方面降低对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及武器装备的依赖 再来是整合并提升欧洲各国的军事工业水准 得以反映在整体防卫的能力上 尽管欧盟委员会的提议 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协商 同时获得各国政府的同意 但是有了明确的军事工业发展蓝图之后 至少在说服工作上会少掉许多 因为不了解计划内容及目标 而要不断来回折冲的困难 不过也有德国与法国的专家担心 欧洲防卫工业战略及投资计划两项方案 会不会把区域性的俄乌战争演变成俄欧冲突的台面化 毕竟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一番出兵乌克兰的言论 已经让美国、德国和波兰大吃一惊 连忙否定出兵论的可能性 但是这也足以让普京放出狠话 只要北约及欧盟想要向乌克兰派出军队 莫斯科就不会排除动用核武的可能 比起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语出惊人 德国在协防北约盟邦的做法上显然更为务实 德国防长瑞斯托瑞斯马不停蹄地来到巴伐利亚一处基地 探视德国腰两两装甲步兵营官兵的训练情况 依据计划这支部队将永久驻扎立陶宛执行军事防卫任务 以强化立陶宛的国防动能 未来将纳入隶属联邦国防军的履集边制内 不得不说尽管德国不愿提供乌克兰金牛座巡异飞弹的态度十分坚定 但是在协防其他北约盟邦的工作上 德国的确尽到了出钱出人又出力的责任 加上北约东线的防御能力 也显示德国在已经展开的坚定捍卫者2024军演上 将会扮演北约东翼防线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